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说中医角度如何看月经病这个问题 月经是女性的一个特殊生理特点 每个月都会经历到 但各位女性又知不知道什么是月经病呢? 首先和大家说什么是正常的月经生理现象 一般健康的女性大概到14岁左右 月经就会开始来朝 月经第一次来朝,称为初朝 但现在受到营养、体质这些因素的影响 我们认为月经初朝的年龄在11到18岁的范围里面 都是属于正常的 月经由初朝到差不多50岁左右绝经 中间除了怀孕或暴雨期 月经都应该是有规律地按时来朝 正常的月经周期一般为28天左右 但在21日到35天内都是属于正常的范围 而经期即是指每次行经的持续时间 一般为3到7天 至于经量,通常以第二日最多 第三日比较多 之后会慢慢减少 但一般的行经总量都是为50到80毫升 那行经总量又可以怎样计算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月经象形图 The Menstrual Pictogram 有兴趣的女性可以在自己离经的时候计算一下 而月经的颜色和质地 正常是暗红色 之后转为淡红色 而经血应该是不稀不愁 没有血块 所以中医的月经病是指 月经的奇、量、色、质出现了異常 又或者在月经的期间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 例如痛经、预防脏痛、头昏头痛、复射 甚至是出引诊 即是我们所说的山峰懒 如果大家出现了以上的症状 很可能在你的身体里已经响起了警号 当然如果是偶然一次的话 可以不用太担心 观察多一至两个月 但如果连续两周期以上都出现这些症状 那就不要为疾记医了 因为月经失调 很可能会影响将来怀孕的可能